大家好,今天来用黄豆面和糯米粉 跟大家分享一个豆面卷子的做法 先来准备大概50克的黄豆面 放到锅中炒熟 炒的过程中要用小火不停地翻炒 一直炒至像这样,颜色又浅黄色 变成这样的深黄色,盛出来备用 再来准备350克的糯米粉 加入50克白糖 390克的清水,搅拌均匀 一只搅拌至像这样顺滑,无颗粒的状态 再加入30克植物油,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倒到一个平盘里 这样蒸的时候熟的会更快 接着放到锅中 上面再扣上一个盘子 防止水蒸气滴落 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大概40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从锅中拿出来,翻满均匀 在这面垫上多撒一点豆面粉 把蒸好的糯米团倒上去 多揉一会儿,揉光滑 然后之后先用手按开 上面再撒上一层豆面粉 接着用擀面杖擀开 再来准备大概350克的豆沙馅 放到保鲜膜上 上面再擀上一层保鲜膜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和糯米团差不多大小 擀好之后放在糯米团上,把保鲜膜戒掉 最后再从虾往上卷起来 卷好之后再切成小段 最后再摔上一层黄豆面 非常好吃的豆面卷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软糯,香甜 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里 喜欢别忘了点赞,转发和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这里是葱花美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松软的红糖翻面饼 先来准备350克普通面粉 加一勺白糖,促进发酵 再加入3克酵膜,290克温水 搅拌成糊状 一直搅拌至顺滑,没有颗粒的状态 盖上盖子,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两倍大 这是发酵好的面糊 里面有密集的蜂蜗组织 搅拌搅拌,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案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把面糊倒在案板上 上面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再稍微揉一下 揉好之后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面机子 分别把每个面机子揉圆 再按扁 包入适量的红糖馅 红糖馅的做法就是把三勺红糖和一勺面粉混合均匀 包好之后再按扁 一个红糖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干保鲜膜 二次发酵十分钟 发酵好之后 电饼趁预热刷油 分别把饼皮放进去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一面烙至定型之后 翻另一面 盖上盖子用中火来烙 烙大概一分钟左右 翻下面 盖上盖子接着烙 烙的过程中可以再加入少量的开水 这样熟的速度会更快 一直烙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可以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特别松软的红糖饼就烙好了 吃起来口感松软香甜 比面包还好吃 如果喜欢吃白糖香的 可以把红糖换成白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糯米粉特别好吃的做法 先准备150克糯米粉 加入25克淀粉 30克白糖 21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家里没有纯牛奶的话 也可以用200克的清水代替 充分搅拌成像这样顺滑 没有颗粒的状态 再加入20克融化好的黄油 接着搅拌 家里没有黄油的话 用其他味道淡的植物油代替也可以 搅拌均匀之后 倒到一个平盆里 这样在蒸的时候 受热面积广 熟得会更快 接着放到锅中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防止水蒸气滴落 干盖子 用中火蒸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接下来来准备馅料 料理机中加入适量 缺了皮的熟花生米 少量的腰果 没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加 适量的黑芝麻和白糖 打碎之后倒出来备用 这个时间我们的糯米团也蒸好了 从锅中拿出来 趁热用刮刀翻拌均匀 使油和糯米团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不烫手之后放在面垫上 再多揉一会儿揉光滑 揉的时候最好戴上一双手套 接着再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取一个小剂子 先像这样整理成圆形 再焊压薄 接着放入适量的馅料 包好之后再揉圆一点 最后放到椰蓉里面 滚上一层椰蓉 糯米粉这样做 吃起来软糯香甜 越嚼越香 而且营养也特别的丰富 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别忘了点赞转发和关注哦 大家好 这里是葱花米食 今天来用几根山药 跟大家分享山药糕的做法 先来把几根削了皮的山药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放到锅中周熟 蒸好的山药倒到大碗中 趁热加入大概50克的白糖 压成山药泥 尽量多压一会儿 吃起来口感更加细腻 再来加入适量的炼肉 增加一下奶香味 吃起来口感更丰富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蔓越莓干 搅拌均匀 蔓越莓干可以提前稍微切碎一点 再来准备适量的椰蓉 取大概50克的山药泥 先搓圆 再按压成窝状 再挤入适量的豆沙馅 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 再搓圆一点 最后再放入到椰蓉中 滚上一层椰蓉 放入到月饼模具中 按压成形 一个山药膏就做好了 健脾养味的山药膏就做好了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丰富 细腻香甜 还包括这样浓浓的椰香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别忘了点赞转发和关注哦 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韭菜盒子的懒人做法 先准备350克不同面粉 加一小勺盐 混合均匀 一半用150克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用150克的凉水和面 再来把两种面絮搅拌在一起 搅拌至像这样粘稠的面糊 然后盖上盖子 洗面30分钟 中间可以再搅拌一次 这样可以使面糊更加的顺滑 接着碗中打入4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锅中油热之后 把鸡蛋液倒进去 稍微凝固之后 用筷子不停的搅拌 一直搅拌至像这样的鸡蛋碎 放凉备用 再来把提前洗好的韭菜也切碎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加入适量的使用油 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锁住韭菜的水贩 等一下放盐的时候也不会出水 把鸡蛋液倒进去 再放入少量的虾米 一勺盐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少量的香油 搅拌均匀 我们的韭菜鸡蛋馅就调好了 来看一下 这是醒发好的面团 延展性特别的好 案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上面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不用揉 直接整理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再分别把每个面剂子 整理成圆形 再用手稍微按扁一点 放上适量的菜馅 菜馅可以多放一点 最后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包的时候可以边拉长边包 这样可以包入更多的菜馅 包好之后把手口纸捏紧 包好之后放在案板上 用手试探性的按扁 尽量按得薄一点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的菜馅 电饼趁热刷油 把饼皮放进去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贩 干盖子用猪火来烙 烙的一面定型之后 翻另一面烙 烙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打开盖子 再翻一下面 这个时间韭菜盒子就已经熟了 用铲子按压 可以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皮薄馅大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好吃 不用揉面 不用擀面 做法特别的简单 喜欢你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 这里是葱花米食 今天来详细跟大家分享油炸糕的做法 包括在制作过程中的一些要点 保证大家在家 也能做出和外面一样好吃的油炸糕 下面来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做法吧 先来准备400毫升的温水 加入10克白糖 4克酵母粉 搅拌至融化 然后盆中加入一斤的糯米粉 水沫糯米粉和普通糯米粉都可以 再分次加入刚才融化好的酵母水 边倒边搅拌 糯米粉的吸水量有很大的差异 这里水的量可以适当的增加或者是减少 最后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糯米团 揉关滑之后上面抹上一层使用油 盖上盖子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这是发酵好的糯米团体积明显变大 里面是这种发干发散的状态 接着案板上抹点使用油 把糯米团放在案板上再次揉光滑 最后再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取一块糯米团 像这样按压成窝状 再放入一块豆沙馅 用虎口包起来 手口处一定要捏紧 再搓圆一点 最后用手掌稍微按扁 像这样就可以啊 全部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二次发酵15分钟 锅中油温烧至五成热 把生皮放进去 用小火来炸 这里一次不要放的太多 防止粘连在一起 炸的过程中 随着油温的升高 慢慢的都开始浮起来 这个时间要翻一下面 在炸的过程中 要勤翻面 持收热更加的均匀 最后可以转中火来炸 给油炸糕上一下色 一直炸着像这样 颜色金黄酥脆 捞出来控油 在炸的过程中 一定要用小火来炸 防止裂开 好了 我们的油炸糕就做好了 外屈里糯 吃起来香甜好吃 一点也不必外面卖的差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里 喜欢别忘了点赞 转发和关注哦 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红枣核桃糕的做法 做出来组织蓬松 口感细腻 吃起来香甜好吃 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做法吧 现在准备大概100克的红枣 加一大勺面粉 质量的清水 抓起干净 用面粉洗的话 可以更好的吸附红枣 遮住里面的灰尘 切好之后 再用清水多冲洗两遍 接着用刀切成小块 把枣核去掉 切好之后 放入到汤锅中 再加入大概200克的清水 盖上盖子 煮至软烂 煮好之后 倒到一个大盆里 再加入80克红糖 用电动打蛋器打成枣泥 一直打至像这样 净年的枣泥 再打入5克鸡蛋 每克鸡蛋的重量 大概在60克左右 接着用电动打蛋器打发 打的过程中 如果不好打的话 可以放到一个温水盆里 这样打起来会更省劲一点 一直打发着像这样 颜色发白 提起打蛋器 画一个巴子 5秒之内不会消失 就打发好了 接着把180克的低筋面粉 分三次筛进去 每一次筛进去之后 翻拌均匀 再筛入下一次 这里要用翻拌的手法 切记不要搅拌 防止消泡 面粉全们加进去之后 喜欢吃核桃的 还可以加入适量的核桃酥 接着再加入60克的玉米油 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 倒到一个提前不好油脂的方形模具里 我这里模具的大小是8寸的模具 接着再震几下 震出里面的大气泡 最后表面再撒上适量的白芝麻 放到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60度 烤40分钟左右 烤好之后 从烤箱中拿出来 再震几下 震出里面的热气 再从模具中拿出来 放到烤网上自然放凉 放凉之后 再用锯齿刀切成小块 来让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组织 非常的蓬松 细腻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喜欢 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先来准备290克温水 加入4克酵母 3克白糖 搅拌至融化 接着盆中加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把刚才融化好的酵母水 分次加进去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之后 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的面团移到案板上 像这样用搓衣服的手法 多揉一会儿 揉光滑 揉光滑之后不用醒发 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我这里一共分了11个面剂子 再分别把每个面剂子 整理成圆形 先用手掌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厚度大概在半厘米左右的圆形面片 擀好之后用刀像这样切成米子形 切好之后把每一张面片落在一起 用筷子在中间用力的按压一下 然后拿起来 再手掌像这样多转成几圈 像这样拧着上筋之后 把顶部用力的压下来 再放上一颗红枣 用力的按压 最后放在案板上稍微整理一下 一个花卷生坯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直接放到蒸笼里 盖上盖子发酵至1.5倍大 这是发酵好的状态 体积明显的变大 接着放到开水锅中 大火蒸15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 焖上5分钟再打开锅盖 非常漂亮的红枣花卷就做好了 吃起来蓬松 转软 一层一层的 而且是一次性发酵 简单省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别忘了点赞 转发和关注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明天就是立春了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烙春饼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春饼柔软筋道 先准备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一小勺盐 搅拌均匀 一半用150克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用150克的凉水和面 再来把两种面絮搅拌在一起 然后加入15克的水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加入水用油 可以是烙出来的饼 更一样的柔软 凉了也不会硬 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煎干盖子 洗面10分钟 10分钟之后 再来把面团揉一遍 很轻松就揉光滑了 再次盖上盖子 饧面半个小时 下面来调一个油酥 碗中加入一大勺面粉 一小勺盐 再加入适量的热油 搅拌均匀 油酥就调好了 饧好的面团不用揉 直接准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剂子的大小和我们平常包包子的差不多 上面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整理圆 再按扁 接着用擀面杖擀开 擀好之后 我上面抹上一层油酥 再放上一张面皮 接着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称预热 不用刷油 直接把饼皮放进去 擀盖子用大火来烙 烙大概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是用电饼称烙的话 把上线火都打开 不用翻面 烙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可以更好地锁住饼的水分 来看一下 这样烙的春饼特别的软 吃的时候直接揭开 卷肉卷菜都非常好吃 大家好 今天来用两个土豆 跟大家分享一道小零食的做法 先来把两个小小皮的土豆 切成厚片 放到锅中蒸熟 蒸好之后从锅中拿出来 把里面多余的水分倒掉 接着倒入到一个大碗中 再加入适量的盐 盐磨一些黑胡椒 压成土豆泥 接着再加入三大勺土豆淀粉 土豆淀粉可以少量多次的加进去 量不是固定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稀丑程度来增减 锅成一个软硬失中的土豆泥备用 接着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搅拌均匀 再来准备适量的面包糠和芝士酥油备用 取一小块土豆泥 搓成圆形 再压扁 再放上适量的芝士包起来 收口处一定要粘紧 防止炸的时候流出来 再搓成圆形 放到蛋液中裹上一层蛋液 再放到面包糠中裹上一层面包糠 一个土豆芝士生坯就做好了 锅中油温烧至五六成热 放到锅中用小火来炸 一面炸至定型之后 翻里面炸 一直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来控油 金黄酥脆的土豆芝士球就炸好了 来看一下 拉丝效果特别的好 吃起来外脆里嫩 特别的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